你會覺得這兩個加起來就有一種很搭配的感覺 兩間飲料店為你搭配出最美好的下午茶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吃飽 我是Yuna 我是Dana 我們今天要做的主題是 我之前在澳洲的時候 我都會關注台灣的Seven又出了什麼新品 就會覺得好想吃 這次的Seven都是聯名 一種我們開箱超商新品的經驗 都會覺得他就是自己期待又怕手當上 因為總會有幾樣可能會踩雷 所以我們今天呢 先幫大家踩踩雷 然後看哪些好吃 然後你們只要買這些就好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吃吧 樂士排骨雞麵口味 其實我覺得這個應該不會太雷吧 樂士就很安全啊 然後那你想要樂士之前出了一個櫻花口味 頭暈 我覺得樂士就是充滿著想像力 其實它蠻好吃的 但是好像沒有什麼吃到排骨雞的味道 它有點mix雞汁跟牛排的香氣在裡面 然後它味道蠻重的 如果配件吃看應該是蠻順的 可是你可能不會特別跟排骨雞麵做什麼連結 如果就拿這一包然後把這裡都遮住 給別人吃的話 可能就會覺得 喔 牛排 總體來講它是 好吃的樂士口味 可是沒有什麼驚豔感 我會覺得哇 排骨雞麵天啊 我這時候跟鳥魚配接得太好了吧 沒有 哈哈 樂士排骨雞麵口味得到的分數是 6.5分 我等多神奇辣起司口味 它這次好像是跟韓國很有名的炸雞店 Name Chicken店裡的 它就是韓式辣醬的味道 它後面有那個甜的味道 回來在那個舌尖的地方 我覺得吃第一口 第二口蠻好吃的 可是吃到第三口第四口 我覺得有點鹹 它的口味是偏重鹹口味 所以如果你吃比較清嫩的話 你可能不會愛 但我自己個人是非常愛 因為我很喜歡韓式辣醬的味道 它就是有加韓式辣醬的分 對 然後再加上起司分 所以它吃起來是鹹鹹甜甜的 又辣 它的辣度大概 小辣 哇 我只有 我的多神奇辣起司口味得到的分數是 7.5分 樂士乾杯泡菜口味 對 其實我不太懂的一點是 泡菜又泡菜幹嘛 乾杯 就是好像要硬聯名的感覺 可是乾杯的泡菜有什麼 神奇之處嗎 我不知道 所以蠻想吃吃看 嗯 我樂士最喜歡吃這種 波紋狀的 因為我覺得它最有口感 好泡菜喔 它泡菜做得蠻好的 因為我喜歡韓式泡菜有點是 它是又鹹又辣的 但它這個辣度比剛剛那個低很多 這大概微辣而已 吃到的大部分都是它的甜 樂士乾杯泡菜口味得到的分數是 7.5分 老虎糖黑糖後奶 老虎糖我們之前好像有做過 嗯 然後我們兩個都覺得它的黑糖味蠻香的 我就特別買了玉柴園的特上虎糖狀奶 來比較看看 老虎糖店面的黑糖香跟牛奶香都蠻濃郁的 那它這一杯的話是黑糖香味 大過於牛奶味蠻多的 它牛奶香氣就一點點而已 它超出我的期待的點是 它沒有太甜 通常去7.5分 然後看到這一牌子的類似這種飲料 我通常只會拿 玉柴園虎糖 我現在就是會想喝這個 它喝起來沒有很濃的香精味 它大概半糖而已 接下來我們要比較的是 玉柴園特上虎糖狀奶 就是有一股 我們剛剛說不喜歡的那種 在7.5的櫃裡面會有的奶茶的味道 這個的甜度其實差不多 可是它就是做得很 複雜 真的是 有比較就有生涯 沒錯 大家如果看到就是兩個站在一起啊 就拿著杯 不需要猶豫 對 玉柴園還是喝它的綠茶 我覺得老虎糖這杯 研發的不錯 老虎糖黑糖後奶得到的分數是 8分 玉柴園特上虎糖狀奶得到的分數是 4.5分 它這個你就不要買大家 浪費你的錢 幹嘛收起來 乖乖不要對我尖叫 黑糖鮮奶茶口味 因為不要對我尖叫我前陣子才做過 我印象好喝的是 冬瓜 菊花 它好像有名的也不是 黑糖鮮奶茶 它這個黑糖香味是 一打開就扑鼻而來那種 我覺得它這一款做得很好的是 它的那個黑糖味非常的濃郁 因為有些餅乾它是 我們那時候味道蠻濃 但吃進去會覺得 欸 少了一點什麼 但這個它吃進去 它的黑糖味還是很濃郁 但我就比較少吃到那個 奶茶的香味 但是整體是很好吃的耶 它大概就是7分糖 只要有黑糖香的東西 你就會覺得 它程度再高一點也沒什麼關係 會有覺得有層次 嗯 而不是單純的很甜 如果是黑糖愛好者的話就這樣 欸 一個set 你會覺得這兩個加起來就有一種很神 很搭配的感覺 兩間裡面要電 為你搭配出最美好的下午茶 乖乖不要對我尖叫黑糖鮮奶茶 得到分數是 7.5分 日出茶泰 泰極厚茶拿鐵 捲心酥 大家我要告狀一下 就是上次呢 我就是請Yuna幫我買了那個 茶湯會的 觀音拿鐵的那個 因為它就說很好吃啦 那個卷心酥 我想說 那我就是一定要請他幫我買 到現在 不知道在哪裡喔 就是 好像忘記買了 日出茶菜耶 超明顯的日出茶菜 茶拿鐵的風味抓得很好 就是很像在喝一杯 日出茶菜的感覺 然後 它的茶味也太香了吧 而且它 茶味奶茶味是一層一層 就是它是有層次的 它不是只有這個 或是只有這個 它是堆疊起來的 不過我覺得 有一點點甜 對 它接近 也是七八分 而且我覺得 像是前面的臉 可能都沒有辦法 很快的讓你想起 這個是那個東西 它這個是 我一吃就知道 日出茶菜 日出茶菜 太極厚茶拿鐵 捲心酥 得到的分數是 7.5分 北回木瓜牛奶巧克酥 你是不是不吃木瓜牛奶 我是覺得 它的包裝蠻可愛的 它一聞起來也是 木瓜牛奶味很濃郁的那一種 吃起來 一點點淡淡的木瓜牛奶味而已 它的甜度很低 回糖到半糖去煎 這個巧克酥很像原味耶 但還是有一點點 一滴滴 我覺得如果真的愛木瓜牛奶 他們應該不會開心 應該會生氣 但對我們兩個不愛就覺得 好像可以接受 可以接受這樣 北回木瓜牛奶巧克酥 得到的分數是 6.5分 可口可樂橘子口味 就可口可樂啊 它有一點可樂加一點芬達 芬達的橘子口味 欸 你講得好精闢喔 因為我剛剛後勁有一點 芬達的感覺 偷偷聯名芬達 為什麼不說 因為我原本想說 會不會加奇怪的橘子香精味進去 還好它沒有 我原本買的 我超緊張 這樣說 如果很難喝的話 又難要去掉 可口可樂橘子口味得到分數是 7分 總體來說 這次聯名還有新品 我們覺得可以買的呢 就是贏面的這四味 一個是老虎糖的這個黑糖後奶 我覺得你愛老虎糖的 一定要嘗試看看 乖乖的這個黑糖鮮奶茶口味 我自己覺得很好吃 日出茶菜的這個卷心酥 哇靠 整個茶菜耶 多的多的神奇辣起司口味 它就是吃起來是偏重鹹口味人愛 其他就是 有多的零用錢再買 那我們這支影片就差不多在這邊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訂閱 然後喜歡 然後在下面留言就是你吃過哪一個 還是你最近有推薦的超商心品給我們 還有想我們也可以想一下 好 那記得訂閱吃吧 我們一起 幸福的吃吧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